一支支毫不起眼的吸管金由创意为他赋予更高的身价 而现在吸管创作已成为他生命中重要的一环 这次跟着魔幻音乐响宴一百场关怀列车来到花莲 教学生如何运用小小的吸管在剪刀的巧妙运作下 让吸管已经不只是吸管 摇身一变变成许多缤纷的创意造型作品 也让学生们觉得超级惊奇 许许如生的创作品 这些虾冰虾酱都是用吸管所制作出来的 小朋友看了既好奇又喜欢制作这些吸管艺术作品的这位康老师 因为看见许多人喝奶茶或是饮料 吸管喝完一次之后就丢造成环境污染 于是他开始用吸管来做创作 6分钟10分钟就当垃圾了 很可惜我们家里喝的不是外面剪的 那我都是用新的 可以回收起来自己做 铁罐、塑胶、瓶、宝特瓶、吸管都可以做环保材料 我今天带来的也是一些都是环保在用的 环保在利用的 所以说尽量推广 可以为地球尽一点点小小的力量 我把你看出来 蔡依林小朋友所做的一些课程 然后包括有毛毛虫 包括有这个风吹等等 每一件作品都是用一支吸管变出来的 而现在他已经研发出许多的吸管艺术作品 他也希望有更多的民众可以一起拿吸管来发挥创意 一根小小的吸管创作天地却是无限的大 记者林杰收锋箱采访报道